最近不少开公司做生意的民众表示 商业保险报价速度越来越慢 本以为是保险公司服务变差 后来才发现是跟加州整体趋势有关 才导致商业保险要更长时间去报价 原因来自于加州的通膨 犯罪率上升 劳动力短缺等原因 这让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远高出保费 在入不付出情况下 让原先在加州服务的保险公司纷纷投降 除不接受新客户外 也可能停止续保现有客户 甚至直接退出加州市场 即便是愿意持续经营加州市场的保险公司 也因为上述原因更加谨慎审查新保险的资格 这也使得这些保险公司业务需求量变大 加上审查资料变多 需要花更多时间来报价 保护等到最后也可能被拒绝报价 因此这段时间将询问关于商业保险的民众 可要多点耐心了